今年3月 太平路改造提升城市更新项目正式启动 作为云烟区重点建设项目 本次改造围绕一和两地五桥五街进行城市更新 预计整体改造将在10月后完成 在云烟区太平路改造提升城市更新项目施工现场 记者看到吊车挖掘机加紧运作 现场机械轰鸣 工人们正热火朝天的开展作业 一片繁忙景象 我们目前已开始老旧小区外里面改造 商业外里面改造 然后北门水街施工 灌城和富永工程中的接盖工程也陆续开始了 然后本次项目已经完成老旧院落外里面改造80% 然后商业外里面改造20%左右 然后北门水街40% 然后本项目在10月份以后 从老旧小区改造陆续向市民呈现 整个项目改造起点位于中华北路原来的 隆景路太平路贡院 此次城市更新提升项目将从灌城河揭盖 基础设施建设 老旧小区改造 特色街巷打造等方面进行系统建设 让太平路焕发新生 进一步打造贵阳市亮丽文化名片 判施建设 什么都要建设 我建设 我建设 我建设